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只会在现实中 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 我马上就能伤到这呼的脚步了 然后呼的脚步 有什么 有什么 开门 小兔子 人呐 那边吧 哥 那边 肯定就在这儿附近 别人找 乐乐 乐乐 起来 乐乐 让我追回来了 起来 走 走 走 你别乱跑 反正我 等我回来 不是 哥哥 我害怕 你要去哪儿啊 听我说乐乐 没什么可怕的 那么多钱我们都熬过来了 一定能回家的 记住 别出事 等我回来 我一定会回来见你的 你们几个人贩子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走 来 你给我站开 你 孩子 找到她的时候 婚事都是伤 伤口的话能不能 又冷又饿 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 简直就是个奇迹 花烧昏迷了两天 一醒着就跟我说 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 走得有点热 我赶紧 去垃圾站那儿找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过来经过走访 我老头说见过那么女孩 还可可怜 还给了个热门 让她进屋 多脑子脑子 孩子死活不干 非要回到垃圾站去 说是得等她的哥哥 怕她哥回来找不着她 该着急了 你说这孩子 怎么这么听正美的话 那后来呢 那孩子没找到 我们当时 都用了几乎所有的经历 那年吧 那伙人犯子就全部露网了 救出了十几个孩子 他里边没有乐乐 后来 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面的荒地里 挖出了一具 十二岁难堂的尸体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那是庄都是庄 这区满势的 我现在现在只能留下 在这边 还会那边